作曲 李宗盛 那我覺得簡訊篇的女主角的太太 她其實就是這樣的心情 老公常常晚回家 但是都在加班她也沒錯 那老公說加班我也不能懷疑她 就是也會害怕說我每天在家裡 可能沒有工作了 已經變成一個不那麼吸引人的人 自己會這樣認為 然後兩個人的話越來越少 老公在外面的吸引力那麼多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出軌或怎麼樣 後來老公是買了一個Banky回來 我覺得對啊其實是蠻好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藉由一個共通的相處的一件事情 然後重新改善服氣的關係 讓大家想回到以前曾經有的那個時間 不一樣的舉動去營造一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蠻好的 接送篇其實是裡面女生最強的一篇 就是她其實代表現代電信的職業婦女 然後她在外頭非常忙碌 為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夢想 可能付出很多的時間 然後她突然突然的發現 自己跟丈夫之間可能也有一些隔閡 然後但是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的問題 會一直造成他們吵架或者不開心 可是這不是兩方都原因的 這是其實可能是生活壓力 這種狀況到底能不能因為 除了你一個就是賺大錢之後改善 有沒有可能因為自己的小小貼心舉動被改變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就像我說因為故事裡面她有小朋友嘛 那買一台投影機回來 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相處 然後你可以不管是不是小朋友住在家 至少那個相處的時間 你可以給她很好的時光 然後跟老公的關係也可以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其實這對夫妻看起來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老公也做了她所的責任 但是就是因為兩個人太熟悉了 然後太有默契了 所以可能以前還要需要講說你幫我做什麼 到最後是心照不宣 我都知道你要幹嘛 你要吃什麼 所以話題越來越少 找到最後可能已經無聊到 討論可能垃圾車來了 誰先去到之類的話題 那這種時候 我覺得老婆一樣心情是無奈的 但是我也不能怪你 因為老公你也沒錯 那到底怎麼辦呢 所以她後來把錄音筆給老公 那我覺得也是一樣像影片當中的 你可以做一點小小的什麼來改變 那像是老公買了投影機回來 那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能不能也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譬如說要改善一個關係 你買了一個投影機假設 然後大家因為這樣多了一些話題 然後不管是討論影片 或者是在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飯後睡覺之前 你們可以因為這樣有一個相聚的時光 我覺得都可以改善一下兩個人的關係 想要改善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